大家注意了,核桃和木耳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普通的两种食材,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,把它们两者搭配在一起,作用竟然这么厉害,这是我婆婆跟隔壁村98岁老奶奶,那里学来的一道经典美食,这位老奶奶吃了一辈子,不得不佩服老一辈人留下来的方法真牛。 自从学会了这个做法之后,我家婆婆三天两头做给我们吃,效果和作用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,邻居知道了之后纷纷来讨料方法,视频看完之后,同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,并且转发出去,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,包括你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,好了,接下来一起跟着捐魔力的镜头,具体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吧。 木耳的品种也有很多,不知道买哪个好,老板人很实在,听他的买这种贵的,首先准备一把黑木耳放入碗中。 木耳营养丰富,质地柔软,味道鲜美,可荤可塑,其中里面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,蛋白质,维生素,胡萝卜素,以及钙,铁等多种营养元素,那么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把它清洗一下,先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紧跟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,将其搅拌均匀,使它快速地溶解在水中。 加入白糖能使木耳快速地泡发,这也是饭店里面泡发木耳,不外传的小方法。 充分地搅拌均匀之后,再往上面扣上一个盘子,这样又能进一步地加快泡发的时间。 先放一旁让它泡发着备用,而核桃也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好食材,属于高端坚果类。 核桃可以说是被大家所公认的一类补脑佳品。 老一辈的人总说,吃核桃补脑,能促进我们大脑的发育,尤其是怀孕期间的女性,更是要多吃核桃。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流传出来,是因为核桃长得像大脑,经过营养学研究,所以核桃也就被认为是补脑的模范食物。 核桃的品种也有很多,我今天买的是这种纸皮核桃。 屈壳很方便,只要准备两个核桃放入手掌中,然后用力拼命地往里面挤压,它的外壳就很轻松地裂开了,手轻轻地一掰,里面的果肉就很轻松地取出来了。 而且也是一整个完整无缺的,核桃人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,还含有人体必须的钙,磷,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,以及不饱和脂肪酸,还包括胡萝卜素,和黄素等多种维生素。 所以说平时适量地吃上一些,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,几天几夜都说不完,像平时煮粥打米胡包汤的时候,都可以放上一些,能增加营养和口感。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包壳之后直接食用,每天吃上几颗好处多多,取五六个核桃的果肉就可以了。 包下来的核桃壳也不要扔掉了,我奶奶从小就告诉我,核桃的全身都是宝。 把它洗干净之后用它来煮水喝,前几期视频特意做了一个核桃壳煮水。 大家可以点进我的头像进去看看,接下来再准备两个正宗的公鸡蛋,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。 养鸡老板教给我挑鸡蛋的小方法,要想挑到品质好又新鲜的鸡蛋。 首先要看它的外壳摸上去是比较粗糙的,上面有这些小点点,大家可以睁到眼珠子看清楚。 蛋壳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小白点,两个鸡蛋放在一起摩擦一下,能很清楚地听到有吱吱响的声音,像这种鸡蛋就证明是比较新鲜的。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,用手拿起来摇一摇,如果听不到里面有水的声音,这也证明是比较新鲜品质好的鸡蛋,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,可以采用这两种方法,来分辨鸡蛋的好坏,再把它打入小碗中。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,使蛋清和蛋黄充分地融合在一起,我这里准备的是一个人的量,所以只放一个鸡蛋,给它多搅拌一会,这样煮出来的鸡蛋,才更加的细腻丝滑。 充分地搅拌均匀之后,先放一旁备用,现在的木耳也已经泡发好了,这是我泡发了6分钟的状态,体积明显比之前膨胀了许多。 每一片木耳都泡发得非常的漂亮,摸上去也特别的柔软,以后泡发木耳,不要单单的只用清水,加入一点白糖能加快木耳泡发的时间,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,和一勺食用盐。 最后再下手把木耳抓洗干净。 大家都知道,木耳里面很容易残留一些灰尘和杂质,还有虫卵之类的,面粉的吸附能力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,而食盐又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。 可以利用面粉的这个特点,就能很好的把木耳里面的脏东西吸附干净。 给它多抓洗一慧儿,仔细的朋友就会发现,里面的水是越洗越脏了,不依慧儿的功夫。 我们可以睁大眼珠子看清楚,由之前白白的水,已经变得非常的天昏地暗了。 清洗出了很多的灰尘和杂质,先把它控水捞出,装入另外一个大碗中。 然后重新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把它多淘洗两遍,清洗木耳是有方法和讲究的,一定要用面粉和食盐一起来清洗,只要按照我这个方法来清洗,不干净都难。 现在的人都很注重养生,首先就得从清洗食材方面做起,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并从口入。 那么吃的东西一定要保持干净卫生,这样吃着对身体才不会有所伤害,直到把里面的水洗至清澈为止。 像我这样清洗过后的木耳,每一片都干干净净,明明白白,清清爽爽的,就算是你拿望远镜来看我都不怕。 最后再把洗干净的木耳,控水捞出装入盘中,紧跟着,我们再把大块一点的木耳撕成小块,这样既能方便出味道,也能使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好的释放出来。 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食用起来也更放心,木耳泡发的时间千万不能过久,一般几分钟就泡发好了,也不能吃过夜的木耳,要不然吃着对身体有所伤害,严重的话可能还要去找大白挂。 想必吃木耳这点常识大家都知道,先泡先吃着才是吃木耳最正确的方法。 全部撕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,接下来准备一口锅,把木耳和核桃仁全部的倒进来。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,在这里没有电过的话,也可以用砂锅或者是养生糊都可以。 但是千万不要用铁锅,用铁锅煮出来油骨铁锈味,吃着口感和作用都不那么好了。 不过水量也一次性要加够,中途不能再加水,要不然效果就不那么好了。 用勺子搅拌均匀之后,再给它盖上盖子。 先开大火让它煮开,水开之后再转中小火。 给它煮上15分钟左右,把木耳和核桃煮熟,煮出里面的营养成分,使它们均匀的融合在一起。 这样无论是做出来的口感,还有作用都会更加的好,15分钟之后再打开盖子。 哇,好像哦,一股热气腾腾的核桃木耳清香味扑鼻而来,满无飘香,这是锅中的汤水,明显比之前浓稠多了。 金黄金黄的,这就证明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的煮出来了,光看着汤水的颜色,就知道非常的好喝又营养,最后再把准备好的鸡蛋液从高处成现状慢慢转圈式的倒进来。 不要一股脑的全部加进来了,要不然就做不出漂亮的鸡蛋花了。 鸡蛋液下锅之后,再用铲子给它推动均匀,时间不用煮得太久,大概30秒左右,因为蛋液很容易熟,时间煮得太久的话就会变得很老,那样吃起来口感就不好了。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花就特别的漂亮,像这样一道非常简单营养又好喝的木耳核桃鸡蛋汤就这样做好了。 三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美食,除了营养好喝之外,最主要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,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,把它稍微放凉之后盛出来装入碗中,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 这种核桃搭配木耳的做法,隔壁村老奶奶吃了一辈子,做法和食材都是我们看得到的简单。 经常喝一喝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,几天几夜都说不完,核桃和木耳还有鸡蛋,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食材,没想到把它们搭配在一起。 也能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作用和口感,而且它的口感吃起来也非常的不错。 光看着汤水的颜色,就知道特别的好吃,喜欢的朋友赶紧点赞,收藏起来试试吧,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来,点击我的头像,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,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